山山的板速是比其他選手快的 這一點足以證明山山的實力的確是高於其他對手 終於山山是以第一名衝線 八場賽事的第一次第一名 亦成為奧運的冠軍 1996年封治有李麗珊在亞特蘭大奧運 為香港取得第一面 亦暫時是香港唯一一面奧運金牌 20年過後 退役的李麗珊仍然是滑浪風範的代言人 在一般人眼中滑浪風範這個獎 這一項運動可能只是檀花一彥 但其實香港仍有不少滑浪風範運動員 單單在2016至2017年到 香港就有33位滑浪風範運動員 是受惠於精英訓練之助的 張天宇是其中一位受精英訓練之助的 兼職滑浪風範運動員 本身一開始是透過我一位教練 馬教練他推薦我入這個培訓 香港培訓女 在經過幾年的培訓之後 再進來篩選 最後入獄香港培訓 平時要花學的他 除了讀書 更會參加其他不少的體育活動 更加擔任學生會外母副主席 放了學 不是要補課 就是要訓練 整個書教的訓練 更排得密密麻麻 他又如何將兩者平衡呢 學校的老師會經常提點我 會幫我準備多些 讓我在讀書上不太辛苦 還有平時在通常二、四去完 香港體育學院做完體能之後 通常一、三、五都會做人補習 或者其他補課等等 畫龍風範的訓練 經常都會面對時情時雨的天氣 他又會不會覺得辛苦呢 日曬雨淋 不知為何不能說 因為他出去比賽 任何情況都有 就算打風也要腳踏 即將要面對公開考試的他 可能要暫停訓練 不過面對前途問題 他仍然希望成為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我想做新的運動員 繼續為香港爭光 每個人做運動員 其實都是想為香港爭光 拿一塊金牌 為之前自己的辛勞 做出一些回報 因為之前有想過放棄 我覺得太大壓力 因為當你輸了一場比賽 雖然身邊的教練說不要緊 可以在下一場繼續努力 但是你輸了一場 怎麼都會自己的心情都會抵達 都會和我們一起教練 給了很多支持我 家人也是 身邊很多的朋友 都叫我不要放棄 有些人覺得香港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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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可能做得太 或者是國際賽事 我就不太理會這些言論 但最重要是做回自己 盡快自己的傳統 在短短三年多的運動員訓練 張天宇要面對學業和比賽的壓力 中途一度想放棄 但他自己心態上的轉變 加上其他人的支持 令他仍然想堅持下去 不過 面對香港有這麼多輸打贏要的運動迷 運動員都要懂得調整自己的心態 他亦都開始參加不同的比賽 最近更成功奪得 滑浪風凡亞洲錦標賽2018 RSX版青年組冠軍 而他最想用他的成績 去補答一直以來支持他的家人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麥華耕雲的香港運動員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